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柜的偏多 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就是说一边上色 一边说一下我的体验感悟心得之类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就继续看下去吧 其实我觉得我嘴上的口红也蛮好看的 特别显白 现在是我自然的唇色 什么都没有它 连护手描也没有 第一款MAC的这一款 这个系列叫什么系列来着我忘了 但是非常有名 前阵子很多美妆博主都在推 但是我看它这个颜色的色系没有让我特别惊艳到 所以我就只入了一支 其实还有另外一支法国断过了 各大MAC都没有 所以我就放弃了 这款非常滋润好上色 我只涂了上粉唇 然后把抿开之后就是这种颜色 薄涂的效果 后擦着的颜色会更饱和 然后更浓郁的颜色 其实它这个系列你看到的颜色就是你擦嘴上的颜色 所见即所得 真的是零色差 不会显纯纹这一款 非常有气质 和很多妆容都会搭配 其实同一款妆容 换一个口纹的颜色感觉就会变很多 是这款 这一支呢也是MAC的 子弹透明的系列 它其实这个颜色有点发 以我肉眼看到的这个颜色来说 有点发铁锈红 这是指涂了双唇唇 然后抿开 如果你觉得颜色太重的话 你也可以就是只涂在中间 然后用手指晕开去薄涂的 好 后涂一下 后涂 后涂的颜色就会有点发深 发黑 颜色会更饱和 更接近这个刀体的颜色 其实这个是那种丝绒的质地 非常的好上色 而且非常的滑顺 不会卡在你的唇纹里面 是一滑到底 非常的柔顺 而且它这个 颜色饱和度非常好 以我肉眼看到的嘴唇的状态来说 在我没有擦任何的护唇膏情况下 一点都不卡 而且它不会拔干 这些我最近购入的口红 每一支都是有试用过两三次 带出去到外面补妆使用的情况下 所以这个反馈还是比较真实的 就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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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是阿玛尼的唇釉系列 这款非常非常非常的水润 可以帮助你就是视觉效果上 减少你的唇纹 因为它是唇硬嘛 会比较的滋润 比较的水润 水光感比较足 所以说在视觉上 你的唇纹会减少很多 它会在一分钟左右吧 形成一个水膜 这样子的话 不管是吃点零食也好 喝点水也好 喝点咖啡下午茶也好 它不会掉得非常厉害 而且是亮面的 但是又不是那种 油腻腻的那种 就是唇蜜的那种亮 一点都不沾 很清爽 天呐 它染色好厉害啊 这一款唇纹要好好卸妆 真的要好好卸妆 你看 这个 这个滑顺度 就像是那种 人生的 就像是旁边 人生的 人生的 我照顾 会 对 你 我照顾 你 我们 我照顾 那个 我照顾 你 我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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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是Giggle这样子的 包装长这样子 然后它真的超级滋润 我所有的擦口红之前 我都没有擦护唇膏 因为我怕改变唇膏的质地 那这款非常滋润 很顺滑 很好上色 有点发紫的铁锈红 就是一个气场很强大 老娘不好惹 你不要来惹我的这种感觉 而且一点都不显唇纹 超级 这款是Wise Out Tattoo那个系列 也是算是半型款吧 因为这个风已经刮了很久了 然后我才购入的 我就是等这个风刮过去的时候 我才买 就是这么的傲娇 因为断货呀 还有什么原因嘛 这款呢就是说 我是刷子和手结合的上妆 所以说呈现出是非常雾面 但是一点都不干 我所有唇膏在擦之前都没有擦护唇膏 要雾面又很干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还喜欢今天这支视频的话呢 麻烦你帮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的话呢 请麻烦你subscribe我的channel 那我们下支视频见啦 拜拜 都要擦烂了嘴 好痛哦